GoCop 借了問站 借了WiFi 借了廁所 借了充電 還借了尿布台 還借了水 大家好 我是瘋狂理查 現在時間早上五點半 我們今天怎麼那麼早 因為呢 我們要來去 試用傳說中的 借問站的功能 想必大家應該沒有聽過 借問站 常常我們就會去借問別人 比如說 Excuse me 或是 すみません 大姐借問一下 這是什麼站 而且是站住 出門在外 借問就對了 借問站的用途 到底有哪些呢 在旅途當中 你最會遇到的就是 找不到路 所以第一個功能就是 問路 還有一個 是21世紀的基本人權 就是WiFi 你要出去旅遊啊 最怕就遇到沒有網路 這時候你可以來到 借問站來 借WiFi 我今天去歐洲 玩的時候啊 每次去上廁所 都很麻煩 上一次要多少 1歐 1歐到2歐 也就是40塊 所以在台灣 這個地方很好 我們的廁所 不用花錢 用借的就好 還有很重要的 手機沒電 現代人 零快手機 手機 沒WiFi 又沒電 然後 你又想尿尿 這時候你又不知道路的時候 你只要來到 借問站 錯的問題 一次解決 喔還可以借水喔 你只要自己帶環保杯 就等下地方 電水 台灣 有上百多家的借問站 所以 今天起了個大早 我們就要去彰化來挑戰 借問站 旅遊 是否如政府所宣傳的這樣 方便又好玩呢 Let's go 我的膀胱快爆炸了 注意到你哪裡有廁所啊 四下無人耶 不管不管不管 直接就地解放了啦 先生先生 喂 可以放廁所 請問你是 我是愛玩色穿衣館的館長 館長 趕快幫助我啊 我的膀胱要爆炸啦 這邊是借問站 那如果在店家 看到借問站的標誌的話 都有廁所使用喔 這麼神 趕快帶我去吧 好 GO GO 借問站 看 真好用 想要這個人在下面留言 送給你 現在我們來到這地方 是國室的空中花園喔 請你幫我抬頭看天空 啊 是螢光的星空耶 寶貝你看 好漂亮喔 哇 這邊是他的狀藝商品區 都是DIY的耶 好特別喔 我買這個給小廁所買的耶 這個你也喜歡嗎 老闆 可愛喔 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不要 其他好不好包起來 快來到理查實驗室 大家知道光的三元色是什麼嗎 我們來看看上面的顏料 欸 等一下 我才是這裡的老師 你才是老師 你搞錯了 這裡是色彩三元色的教室 不是光的三元色喔 好啦 我們來學生 拜拜坐好 好 等一下來帶你們 調配屬式的彩色膠水 這一站真的很適合帶小朋友來喔 可以親子一起互動 對不對 寶貝 可以做不同顏色的膠水 你的膠水就跟你們班的同學長得不一樣 班上應該沒有其他藍油 那我們去下一站吧 Let's go 好渴喔 沒了 哇 渴死了 沒水了怎麼辦 欸 有借問站耶 裡面一定有水借 我們進去看看吧 Let's go 前方有水源 快到了 欸 有水 先生… 這個水不能喝耶 欸 你是誰啊 我是蘑菇部的護管長 我們這邊剛好是借問站喔 請問你有什麼需求嗎 我想要借水 沒問題 我們這邊有提供飲用水的服務 太好了 帶你進去吧 Yeah 得救啦 冰水機 得救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要帶禮茶進去我們的六星喜舌姑姑的家 那游泳我們裡面的話是一個環控的無塵的空間 所以我們必須要帶我們的冒犯 跟我們的食堂 然後呢 把我們身上的一個位置 稍微做一個清廚 才能夠進去參觀喔 好 那我們今天要看的是我們的黑美人 黑美人物 它在日本有一個雙醬肉的稱號 蛤蜊口味的雙醬肉 這不就是海陸鍋啊 對 海陸鍋的概念 非常好吃 好 那我們就要進去囉 哇 這裡面的溫度大概13度左右 這個就是我們黑美人物 好 它是平災的那個人物 我有看過這個菇 很特別吧 好特別喔 每一種菇它喜歡的溫度不太一樣 是 所以我們每一間庫房設定的那個條件都會不同 待會也可以吃得到它喔 天美的菇 然後我來介紹一下我們這邊特色的餐點 那這個呢 是我們的水餃套餐 那裡面有什麼 裡面有我們師傅自己手工包的泡菜骨水餃 很好吃耶 這整餐吃起來不得了 超級飽啊 而且很養生 很健康 很健康 旅茶完的太開心忘記收尾了 讓我們直接去下一個景點吧 到底在哪裡咧 哎唷 到底跑哪去了啊 先生 需要什麼服務嗎 我好像迷路了耶 你要去哪裡 我可以帶你去喔 我要去台灣優格餅乾學院 好剛好喔 我是這邊的館長 跟我走吧 GO 欸 等等我啊 等一下 等一下 來在我們這邊我們就要了解餅乾的相關知識囉 餅乾學院的主要是三大任務 意義就是教育 第1個是環境 第3個是 地方公 教育的部分 因為我們是偏鄉 所以有的教育資源會比較少 所以我們在我們餅乾學院的領域 去支撐我們三所學校的教育基金 環境的部分 像我們3月28日 就有一個淨灘的活動 每兩個月會辦一次淨灘 未來的目標 失望不要再辦淨灘 地方公好的部分 除了崩懷我們在地的弱勢 我們有成立一個愛心帶用餐 大家也可以去搜尋一下 它叫風之香 然後它除了針對弱勢家庭外 它有多居老人 我們都有帶錯崩懷的部分 這個是餅乾學院的三大部分 聽起來真的是滿有意義的 跟一般對餅乾的熱質不一樣 就是實在 爽耶 賺到了 好多餅乾可以吃 這裡就是台灣優格餅乾學院 喜歡的話記得來這邊逛逛 接下來我們要去下一站啦 掰掰 天啊 飛逼 你怎麼在這邊炸食啦 怎麼辦 我們要找地方換 先生先生你怎麼了嗎 我遇到困難了 我小孩便便了 人生地不熟 一目解身仇 喔 請問你是 我是卡里善之處的館長 那我們裡面有 尿布台可以借用 太好了 趕快帶我去 飛逼 太好了 我們得救了 幫你換尿布囉 這麼美麗的下午啊 卡里善 不好意思 太沉醉了 這個地方好美麗 欸店長 為什麼會有這棵樹 這是我們的卡里善之樹 那我們當初的構想呢 希望紀念我們這邊 曾經是一個自產的一個住宅 所以這邊是 傘的工廠就對了 我們早期呢 就是在這邊是做魚傘 然後我們是40年的魚傘工廠 但是因為它是大量的人工 所以20幾年前呢 這個產業就已經外移 店長我看這個地方啊 到處都有這種彩色的塗牙 這個也是你的裡面嗎 我們希望是讓這個社區呢 是可以更活絡 所以用我們的七彩的雨傘 然後用彩虹的顏色 去做一些社區的一些布置 那像我們現在慢慢也吸引說 一些年輕人 一起來投入我們的社區 像手上這一杯咖啡呢 是我們的林一雄咖啡 他也是社區的在地青年 他對咖啡有興趣 用一個咖啡 然後讓遊客來到這邊 這個地方喝 欸這咖啡這個配色啊 喝起來就覺得特別的文青 我看這個地方 到處都超美麗的 配上這個地方的陽光啊 任何的文青 都可以討著在這個地方 店長 我等不及要帶我的老婆 小孩 去體驗這個地方的 每一個景點 Let's go 走 這裡是我們的彩虹傘 我們就把這個古早味的巷子 然後用鯉魚傘 去做布置 然後就一個星秀交錯的感覺 那像陽光灑下來呢 你會有那種彩虹的那種光源感 這是一個頭蓋鼠 然後我們就把這邊也帶整理活化 哇 超有趣 這超適合拍婚紗的對不對 有人在這邊拍婚紗嗎 有啊有啊 這個是我們就之前會依照季節 然後去做變化 那這個是那個 就是萬聖節的配色 那我們之後就是也會不定期的去做變化 這個地圖呢 老闆說是有一個社區的插畫家 他在這邊逛了兩個小時 在每一個地方 一個一個把它畫出來 非常的親切 可愛 讓人家不經想要每個地方 都去逛一逛 這個是什麼地方啊 這是我們社區的資源回收站 把我們就是社區裡面的一些 瓶瓶罐罐的就把它做成牆面的佈置 這資源回收做起來 感覺特別有文青的概念啊 那一般其實資源回收站 人家都會認為它是一個髒亂點 那我們像這邊就放一個彩虹貨櫃 所以其實資源回收站 我們也是讓人家可以拍照打塔 對啊 而且這樣子做資源回收的時候 又覺得 特別的有一種feel在 那這邊是我們的彩虹隧道 有上面的這個雨傘布 然後是雨傘布喔 因為我們這邊就是雨傘的影像 然後旁邊的話 這白牆上面呢 會有這個彩虹的道理 所以它也是有一點透光的 是 它會透光 哇 那光影交錯之間 又有一點彩色 是 那應該很漂亮 那像旁邊這邊呢 遊客來到這邊 他們協下了幾個小傘 所以我們就跟附近的國小小廟合作 那他們就是把它再上漆 然後再畫上新的圖案 然後重新再美化一次 這些都是小學生來做的 小學生來做的 那有一個意義耶 老闆 這邊有一個傘 好漂亮啊 我們這邊有一個收的 人家為愛撐傘 有一個主視覺 聽說這個地方還有 手繪傘 是 喔 那我們就來去體驗一下吧 走 Let's go 那我們現在先來介紹畫傘的部分 那我們等一下使用的會是 那個無毒的壓克力原料 它操作方式的話 因為雨傘本身跟脂不太一樣 雨傘它會撥繩 所以等一下水分太多的話 有可能才會滴落下來 所以等一下我們的操作方式就分步做 一二三四 一先沾水 二呢我們先到那個布上面 先稍微把它稍微吸乾 讓它保持濕潤 但不要滴水 那鹽料只在調色盤裡面 沾我們沾鹽料 四材塗在水上面這樣子 謝謝老闆 今天的款待 讓我們經歷一個美好的夏日 如果你來到彰化這個地方 千萬不要忘了這個 美麗漂亮又充滿人情味的景點 卡里扇直樹 歡迎大家有幫忙有美麗 這裡有WiFi訊號耶 欸 借問讚 我去問問看 這個WiFi可不可以使用 你們這個WiFi密碼 可不可以給我一下 我們這邊的話 直接連接訊號最長的不用密碼 免費的 對 對了 那可不可以借我充電一下 好啊 沒問題 這麼好 謝謝 太棒得救啦 哇 這一家飯店 借我WiFi 又讓我充電 我現在就好好來利用 查查這附近 到底有哪些 好吃的 嗯 先生 有什麼地方 我遇到一個困難啊 是是是 我不知道這附近有什麼景點可以去 我們現在在澄陽文里這邊嘛 是 那這邊有個特色呢 白天呢是市場 晚上就變成小吃的市集 在那邊可以吃到 在那邊可以吃到 當地正統的小吃 漂亮喔 對 如果你覺得走路太遠 飯店太多公園 對著腳踏車 可以讓你租界 這麼讚 那請問你是 我是飯店的經理 可以啊 我你的經理 太親切啦 欸 經理 那請問一下 是 那邊那個夾的那個東西是什麼啊 這個是 上面開出了 事業草 事業草卻長出了 本地的特產 密件 你可以去摘成熟的密件 可以拿下來吃 可以拿下來吃 可以吃嗎 可以吃 當然可以吃 每個客人來到這邊 他都可以去摘這個密件 嗯 好吃耶 真的是密件 吃完密件我們覺得有點困 要上房間去休息了嗎 Let's go 房間是 小朋友的設計 小朋友設計的 對對對 小朋友的設計 這些畫啊 上面的天花板 還有這個牆壁 都是小朋友切成的 都是學生做的耶 對 還有意義喔 可是經理 是 如果我有養一隻寵物 也可以來這邊住嗎 我們有寵物專 是這一間嗎 寵物工廠的房間 寵物房 對對對 那你帶我去看寵物房嗎 沒有問題 那這邊多了一個 露台讓寵物可以離出去 寵物就可以待在外面 對 它可以在外面 也可以在裡面 寵物都可以 寵物跟主人可以 一起睡在這間 對對對 太棒了 那我就決定要 今晚就睡這間啊 好 謝謝 謝謝 晚安 謝謝 爽啊 這床好舒服喔 哇 太豐盛了 恩 今天我們到了很多的景點 我們都靠 借了問站 借了WiFi 借了廁所 借了充電 還借了尿布台 還借了水 現在呢 我們這樣充實的過來一天 如果你來到彰化碗 千萬不要錯過 借問站 這個這麼好的服務 有哪一些地方有借問站呢 陳陽文旅 也就是現在這一家飯店 旅咖啡 段代王 觀光工廠 Mask 創意生活館 惡林鎮農會 台灣酒教 聯合遊客服務中心 台灣優格餅乾學院 我們今天有去的 愛玩社創意館 非常適合 親子一起同優 蘑菇部落 生態 休閒農場 我們今天有去 增潔Pure Food 還有卡里扇之樹 那今年呢 這10家裡面 我最推的就是 卡里扇之樹 這個地方 非常的有文青風 非常適合 你想要拍照 打卡 的去 那個地方啊 大家還記得可以 彩繪你的雨傘 千萬不要錯過 如果你要知道更多 關於借問站的資訊的話 在這邊 網址放在下面的連結 記得點擊喔 我是瘋狂禮茶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